那么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首先 有请第一位主讲人 中央美术学院 吕品金小寿 有请 大家好 今天《非语公开课》的开篇 我想从人与自然 特别是人与木头的关系 展开和大家的分享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有56个民族 其中绝大部分传统建筑 都采用木结构营造记忆 鲜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一般认为 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取材加工方便 二是木材具有柔韧性 三是木材 比砖石具有更好的 保温和透气性能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在中华文化中 树木是具有生命的 人们喜欢用枝繁叶茂 来形容人丁兴旺 一栋具有生命的木结构房屋 承载着鲜明 对家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期待 传统木构营造记忆体系 涵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 不同建筑类型和风格 比如浙江东洋卢宅 风格古朴典雅 气势辉宏 整个建筑群由十几组建筑组成 呈现出一种典型的 宗族聚居结构 而将中华美学注重关系 讲究巧戒配合 虚实相生的特点 发挥到极致的 是苏州香三邦工匠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 就出自他们之手 2009年 中国的传统木结构营造记忆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今天 一个民族想要繁衍不息 不断发展 就必须不断挖掘 保护和传承 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 有追根溯源之深处 就有发扬光大之未来 我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谢谢吕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里我们也向您发出一份邀请 邀请您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体验游戏当中 让我们共同走进飞移 了解飞移 说到营造记忆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祖师 是家喻户晓的 那就是鲁班 相传 九粮十八柱七十二级的建筑样式 就出自鲁班之手 而鲁班的传说 也在2008年被列入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 刚代的能工巧匠 可以说他从业将近四十年 主持了太和殿的修缮工程 他就是官室建筑营造记忆 北京故宫国家级非移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李永格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李先生 你好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舞台幕部一拉开 在您身后有很多 平时这些物件应该是经常跟您打交道的 是您的工作伙伴 对不对 对 给我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您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他们 好啊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了几船斗狗 斗孔呢 是我们中国古建筑木结构建筑的 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符号 也是我们中国建筑的一个符号 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有的国家也是跟中国学的 说到这儿李先生特别骄傲 对 这是专属于我们中国的建筑元素 对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太和殿 仿着太和殿下层沿 一比一比例制作出来的 就是溜金斗拱 就是太和殿采用的斗拱形式 对对对 我们一比一把它复原了 就成这样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对对对 所谓的斗拱是不是就是 我们官室建筑屋檐底下的 那个结构的部分 对 这个斗拱呢 它是在柱和梁方 和这个上边的这个船子里的 之间的一个过渡层之间的 一层构建 那它究竟是如何具体结构出来的呢 我们今天也请李先生带着徒弟 给我们简单做一个展示 好不好 好吧 来 邀请 我就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出来的像猪鼻子一样的 我们叫昂 横向叫拱 所以统生起来叫斗拱 这个斗拱对我们的官室建筑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坐斗正面 合口的宽度 叫斗口 也叫口分 这就是我们一座建筑的标准尺寸 有了这一个宽度的尺寸 那么我们整个一座大殿 不管多复杂的大殿 就完全依据这个标准 就可以建造出来 所以它是个计量单位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个宽度 叫一口分 它规定了我们的沿柱镜 直径是六个斗口 六个斗口 柱高呢 柱高那就是六十斗口 无论是多巨大的宫殿 都是以此作为一个基准单位来建造的 对的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感慨咱们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这样的奇思妙想并且把它应用到实际的应用当中 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我知道其实您从事这样的古建筑修缮工作已经将近四十年了 而且您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能感觉到直到今天您对它还是有着无比高涨的热情 我想其实也是和您的师傅带给您的传承有关吧 我从一个刚进故宫 什么都不懂的一个矛头小伙 一直到学习我们的这些古建的各种营建技术 都要得益于我的师傅们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带着大家一块来看一看 这是 就是站在中间 我那个右边的这位师傅叫赵崇茂 都是我们北京市大木匠里边是非常有名的 本来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他的优点就是每天都带一个小笔记本 带着赶笔 碰到了一些看到的东西马上就记下来 它为什么形成了 最后成为了我们北京乃至全国都是很有名的一个大木匠师 其实就和他日常的积累有很多的关系 在他退休的时候 当时我也在故宫里边主管工程 他可能是怕我骄傲自满 退休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纸条 叫物要易得自尽 欠尝则止 后来我体会就是你不要觉得有一些收获 刚得到了一点 刚知道了一点基本知识 你就沾沾自喜 你就骄傲自满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或者叫鞭策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师傅 后来带着这种谦逊的态度 您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也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工作体物写下来 编成了一本书 留给自己的学生们 2006年 2008年 我又主持维修了太和店 那时候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 所以当时也想应该把这个 干了几十年的这些经验 好好地总结总结 于是就和我的那个一个师弟 我们两个人一起写了一个 明清木结构建筑的这种诠释 其实目的也是想留给后人点东西 留给我们的这个学生 或者叫徒弟们 供他们去参考 供他们去学习 真好 从师傅当年的一句话 到后来自己的一本书 再到一辈子 我想其实有些人说 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一个巨大的宫殿 我想我们的每一位非遗传承人 就是那一个又一个斗拱 他们跨越风雨 坚守如衣 也是他们支撑起了 沉淀千年的岁月光阴 也让我们再次向所有的 非遗传承人致敬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我们也期待着到2020年 故宫600岁的时候 在您身边会有更多年轻人 传承您的记忆 成为光荣的故宫守护人 这也是我的期盼 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 谢谢 其实说到了建筑 无论是故宫 还是我们的民间村落 在古时候 有一种建筑方式和形式 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戏台 老百姓喜欢在戏台 消暑 纳凉 看戏 听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邀请大家 来看一出好戏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你好 老师 又见面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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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今天来这边 为大家表演什么 我表演木偶书法 太好 太好了 那我为大家表演个跳舞吧 哎 好啊 来来来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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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哎呦 你蹦这么高啊 不高我看不见你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提线墨小三咪 真的 你笑得特别看了 谢谢 谢谢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能跟你握握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来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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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欢迎来到飞宜公开课 谢谢 下次再来 我去看你老师写得怎么样 好 你赶快去我们打看一下 好吧 来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老师 我来了 你写完了吗 你写完了 你写得特别漂亮 特别好 很漂亮很漂亮 谢谢 太厉害了 观众朋友 大家说老师写得怎么样呢 好 谢谢观众 观众 谢谢观众 谢谢 怎么样 大家说刚才的墨表演好看吗 好 是啊 这个提现墨偶很可爱 同时呢也体现了我们传承人的记忆 当然说起来 我们中国人对于墨材的喜爱绵延千年 可以说对于墨材的利用 也处处彰显着东方智慧 那么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有请家具制作记忆 金座硬木家具制作记忆 国家级飞移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崇桂友 有请 欢迎崇先生 您好 您好 也请您先问候一下所有的观众朋友吧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嗯 说到精座家具 我要请教请教您了 这精座家具 是不是也是宫廷最早使用的家具的一种 精座家具啊 是随着明代迁都北京以后 从南方征调了这个苏座广座的好多工匠 到北京来随着建设故宫 形成的最终形成这么一个家具流派 我看我们舞台上呈现的这样一个 这应该是衣柜是吗 一个柜子 就是精座家具的一个代表是不是 这个是精座家里边的一种比较典型的 真的是有代表性的家具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样一个柜子在宫廷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柜子呢 它的全称 因为它是金丝楠木做的 它全称叫金丝楠木 雕云龙纹巢符大柜 放巢符的 对 而且这个你看啊 这个龙呢都是舞爪龙 在过去封建社会 五爪龙是专门给皇帝用的 也就是说放巢符大柜什么 就是皇帝的龙袍 放龙袍的柜子 对 皇帝龙袍 所以京式家具其实给我们更多的展示的是这个皇家的威严 对 它从一产生就是为宫廷服务的 那它记忆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就说它全部采用的是这个中国传统家具的损毛结构方法 作为这个柜子来说 你挨着鸽子 咱们看着它是一个柜子 是吧 其实它的好多东西 这个部件都是活动的 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我可以把这门打开 给大家展示一下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我要摸皇上放巢符的柜子了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隔断也都是和当年一样还原的吗 全都是活的 这个叫加龙 这个也是活的 也可以拿下来 这一拍就下来 这个 这也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智慧 根据不同的人食物方法不一样 你看我们讲这个损毛结构 这损毛结构就可以灵活的应用 就是我们说它一定要松紧适度 是吧 你看 一定要 要 要这什么 是吧 然后 严丝合缝 对 真好 其实要打造它完完整整的 这么大的一个柜子 需要很长时间 今年累月的时间 而且采用的是名贵的木材 我也很好奇 像您从事了这项技艺 这么多年传承 包括您自己也动手做 把这些名贵的木材 变成一个又一个可以搬到人家去使用 甚至可以传代的收藏品 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一个是说吧 自己每完成一项工作呢 心里也有那么点小小的成就感 是吧 再有一个吧 我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啊 就是包括硬木材料 包括这像金丝楠这种材料 短的 一般的说成材 也在一百五十年以上 其实我们所加工的每一个部件 每一根木材 我们对它都是很敬畏 是吧 如果说句什么话说吧 是吧 论辈说 那一根木头最低限度 这是我的爷爷辈 所以我们对它一定要尊重 不能这个随意浪费 也不能处置烂倒 否则对不起大自然 也对不起老祖父 说得好 我想这样一番话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天人合一 对于大自然的那份敬畏 我们也要再次谢谢 谢谢您做客 我们非议公开课 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点点滴滴 也希望您的记忆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看过了身后的潮湖大柜 大家随着我的手势 往这边看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是不是在我们的舞台上 另一侧呈现的是 非常柔美精致的花轿 这样的一个花轿 出自谁之手呢 来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明示家具制作技艺 国家级非议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许建平 有请 欢迎许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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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轿子就是您带来的 您制作的 对 您还原的是哪个朝代的这个花轿 我说我们两个人把它恢复 就是现在这一座轿子 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 摒弃了西式婚礼 选择中式婚礼 对 就是要坐上这个花轿 穿上凤冠霞 对 是不是 对 你说的对 就是这一座轿子 我把它恢复起来以后 到现在为止 大概有一百多对的结婚的仪式 他们就是来借这个轿子 那今天我虽然没穿上古代的衣服 我能不能也感受一下 坐在里面的感觉 可以啊 也可以 进去 您确定吗 您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可以进去坐一下 我来猜开你看 哎呦 这花轿太精美了 这其实是个门是吗 是个门 哇 好 一会儿见 我得倒着进去 倒着进去 哎呦 进轿子 是个技术活 对 我要把主持人关进去了 您这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来参加一次节目 把主持人关在了花轿子 徐老师 可以放我出来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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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来了啊 到了 哎呦 这花轿挺不容易的 谢谢 谢谢徐老师 刚才跟我做了这样一番体验 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中式传统花轿的魅力 我听说今天您也把您的得意之作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展示展示 我来到之前我准备了把椅子 现在叫我的弟子把它来装起来看一下 您准备的是一堆散件是吗 散件 我们现场组装 对 现场组装起来是对圈 在组装的过程当中 也请您跟我们介绍介绍 明氏家具的特点有哪些 它造型简约 线条流合流畅 这是明氏家具最基本的 还有什么结果是很严峻的 没有用一笔浇水一颗钉 就把这个家具把它组合起来 坐在上面人觉得很舒服 那它的取材呢 它的用料是用的什么样的木材的材料呢 在以前 举木 我们将来是用举木材料做的 比较多 后来就是到了清代的时候 红酸汁啊 紫痰啊这些材料来了 那么我们作为传承人来说 我们现在来做家具 特别是我 不注重材料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材料 二十黄碳 价格相对便宜 如果这是一个黄花梨的家具 在外面买都是几十万 那你猜这个价钱 老百姓能卖吗 不能卖 所以我们是把以前老祖宗给我们的家具 我们用现在好的材料把它做好 但是顶级的材料 并不是我们传承的主要的材料 这样大家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 所以我在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在传承非物质融化遗产 不是将他们树枝高阁 而是更多的能够把他们请进我们的生活 让他们融入我们真真正正的生活 那才是一种保护和传承 是 我能 你做 可以吗 可以做 刚刚把它装出来你看它牢不够牢不 真的好舒服 做的时候意识不苟 做上去纹饰不动 很牢固的 您下来主持节目可以做在这把椅子上主持节目 可以吗 太好了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就不客气了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通过一段动画片 走进木板棉花 欢迎订阅 请请请请不吝点赞 打扮订阅 你转发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